好 我们谈一下那个女生 是不是有男性恶门的问题 我们知道女生的基因 是XX XX对不对 男生是XY 其实上帝怎么知道这个Y 就是少了一撇 这一撇其实在生理上 就是产生的女人有子宫 男人没有 没有相对应的器官 你说那女生有卵巢 那男人有睾丸 那相对应的器官 所以女人她有子宫 这是男人永远不会有的 那其实这一撇里面也告诉说 女人是比男人复杂 所以女人身上是有男性恶门的 当然男人身上也有女性恶门 但一点点那是肝发炎的人才有 正常男人女性恶门不多 没有什么女性恶门 但女人身上有大量男性恶门 来源从哪里来 从两个地方来 一个就是从卵巢 卵巢在每次月经中间的时候 会有排卵 假设月经是28天 来的叫第一天 来三到五天 然后第十四天的时候就会排卵 排卵之后那个卵巢 它会变成黄体 黄体会产生黄体荷尔蒙 这黄体荷尔蒙 在乳房上像女性恶门 在皮肤上像男性恶门 那这个药 我们可以用调节面去压这个 让它不容易产生黄体荷尔蒙 或者用一种就是说没有男性恶门的黄体荷尔蒙去代替 因为很多女人在月经前会长痘痘就是跟这个黄体荷尔蒙有关系 那当然还有一个男性恶门是从过敏产生的 就过敏压力焦虑 这些都会产生黄体荷尔蒙 为什么只有点过敏是红色的呢 因为过敏是可以解决的 压力焦虑可能要靠运动去解决 那过度运动其实也会产生黄体荷尔蒙 像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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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重啊 那种肌肉运动 那个 那男性肌肉运动 那个也会产生黄体荷尔蒙 那我们肾上在过敏的时候呢 其实多少都有 晚睡就有了嘛 对不对 喝酒也会 那我们肾上会自己去消炎 它会用什么东西消炎 会用肋骨醇 肾上腺会产生肋骨醇 肾上腺脂質素 它里面有一个叫肋骨醇 它 当然第一个重视消炎嘛 第二个它会流水 所以有的人过敏它会肿起来 那第三个它就会产生男性恶门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药叫SP 或者是 调剂里面有一个叫CPA 也都会降男性恶门 会降 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药物 去降低男性恶门 当然最自然的 降男性恶门的方法就是怀孕嘛 好 盡量减少过敏 好 那预防过敏就是用抗主治安 抗主治安 没有什么很好的药呢 到目前为止 就是很多种的抗主治安里面 但这一类都叫抗主治安 不要用肋骨醇 肋骨醇就又会产生男性恶门 这大概讲一下吧